记者刘婉军台南报道 原以无党籍身份 欲参加年底台南市长选举的前台南市警察局长陈子敬 今天宣布退选 被外界视为泛滥成功整合 同样以无党籍参选的成功大学教授许中信 今天被问及是否会与民进党整合 许中信说 他不可能会与民进党协调 许中信说 要解决台南目前的经济困境 唯有成大国际经贸财金专长 所以他不可能与民进党协商对于陈子敬退选 他指出 陈子敬很重视警察权益的问题 陈子敬的主张 他会实施 将会成立警察权益保障委员会 让警察不会过劳 警察眷属的权益也都可以在委员会实施 陈子敬的好意我会来实施 许中信今天下午前往台南市选委会办理登记 多名支持者也到场陪同 他出示保证金200万元支票时表示 这是他教了19年书的积蓄 谢谢大家的转捕 了 好